接下來是讀經的時間 我們一齊讀今日我們要分享的經文 是記載在《老家福音》第五章 第1到第11節 那麼多的話 我們一齊聯繫一齊讀 這11節的英文 預備一 二 三 其中站在隔壁撒納湖邊 眾人棲湧黑 遙頸實的道 他見有兩隻船灣在湖邊 打雨的人卻離開船死亡去了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 耶穌就上去 請他把船撐開 撒離沿岸 就坐下 從船上交分眾人 講完了 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泉 下網打雨 西門說 夫子 我們整夜努力 並沒有打著失望 但已重起的話 我就下網 他門下了網 就勸住許多餘 往前聲列開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門來幫助 他門來就馬圈裝門了兩隻船 甚至船腰沉下去 西門比得看見 就俯伏在耶穌室前 說 主啊 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靠來一切同在的人都 驚訝這日王所打的魚 靠你伙伴世彼太的兒子 自馬國 若漢 也已這樣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達人了 幸把兩隻船農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從了耶穌 各位 一定知會 平安 好 歡迎大家 一定知會 或者新朋友來到 樂園教會當中 今天 我們所分享的經文 都很想跟大家說一些東西 在聖經這個故事裡 提醒 提醒我們自己 無論你信了耶穌多久 或者你信了耶穌多久 我們都希望上帝和你說話 今天想問一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一個意念 是經常很想去到面對 或者經歷到在你身上有奇蹟的 有沒有人有想 學不學上的經歷到奇蹟 我們很多人會覺得奇蹟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可能奇蹟我們會聽很多人說 現在這個時代沒有了 或者很多人會說奇蹟 就是當時在耶穌時代 在耶穌的門徒 或者那幫人未信耶穌 那幫人才會經歷的 或者我們有時候會聽到 有人說奇蹟 可能都會在第三世界才出現 因為他們比較貧窮 但兄姐妹 我想盼望今天 我們可以經歷一個奇蹟 在這段經文裡面 剛才我們所讀的 就是耶穌剛剛出來 去到師父 英文有一句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了解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的意思是 就是我們不斷做 就再做 做到去到一個情況 來完全去掌握那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去打哥爾夫球 可能我們在香港就說 哇 哥爾夫球很貴 可能很貴 被一些有錢人玩的 其實來到英國這裡 我相信這個困難已經不存在 因為打哥爾夫球實在不是很貴 打哥爾夫球 如果大家有意識 或者有興趣去學習 我們經常會看到 在頻道這裡說 有些肌肉裡面的記憶 就是你怎麼拿一個 哥爾夫球棒 你怎麼站 你怎麼搖 你不斷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做來做去 做到可以打到一個位置 這個是給我們一個記憶 所以英文就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當我們去到有這個記憶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過效 今天講題的題目是老航磚 如果大家看到這段經歷是 西門比特 作稱西門 它是一個老航磚 它是一個釣魚 找尋起的 我不知道有幾多個電影之妹很喜歡吃魚 我不知道有幾多電影之妹很喜歡去釣魚 不過魚對我們來說 可能這都不是一個陌生的事 今天我們看一個經文 是告訴我們 西門是一個漁夫 一個老航磚 剛剛有耶穌來到當中 跟祂說話 讓我們去到 去到聆聽上帝的話語之前 讓我們一起低頭通告 做天做地的父神 我們多謝讚美你 讚美你 讓我們再次有機會 回到Rocky當中去到敬拜 上帝求你與我們每位同在 親愛的耶穌 求你親自與我們每個人說話 上帝如果我們心裏面有受犯的 我們心裏面有很多的擔心的 上帝我求你現在 落開這些事情 能讓我們可以集中精神 去到聆聽你的說話 親愛的聖靈求你去到 看我們的熟靈的眼睛 讓我們更加去明白到 耶穌的教導 上帝求你 穿在我們每個人的心 連線我們的心 力度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在上帝裏面 去到領受 去領受上帝的教導 我們感謝你 我們討告祈禱 從耶穌的名祈求 阿們 讓我們一起 這個PowerPoint 剛才跳了幾個節 不知為何 不過我們在這個程序表 我們一起去那裏 第一至第三節 好嗎 應該第一節 看這裏 看這裏 我們預備起 耶穌站在 大人實在這裏 眾人 無跡下 遙跡神的路 他遍有兩隻船 開在旁邊 打雨的人 卻離開船誓 誓我去了 有一隻船誓誓我去了 有一隻船誓誓不定 這裏的事情 告訴我們 發生在一個湖裏 如果我們看中文聖經 日本 其實它就說 在一個湖 是吧 不過我們又看到 不同的版本 又是海 究竟是湖 還是海 我們現在看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 我們右手邊 看到一個地理環境 就看到 其實好像海 好像湖 周圍 就是一些山 圍繞著它 右手邊這個張圖 就是剛剛 當地 就在下面 Yadelet 那個位置 是拍出來的 這樣就可以看到那個環境 我相信 有些人 會去過那個地方 都應該會認識 究竟 這個是海 地湖 其實當時一班 Hit人 一班 外邦人 他們是叫這個地方 是一個海 That's why 我們在聖經裡面 可以看到 The Sea of Galilee 加利利海 不過同樣 一班羅馬的兵 或者羅馬人 他們就會叫 提比利亞海 這個究竟是海的湖 我們現在就知道 是一個湖 我們用我們 了解一下這個湖 如果我們看這個圖 是在北爾南 你知道大家有多長 在那裏 大約有12公里 差不多是20公里 這麼長 20公里 20公里 我可以告訴你 就好像 你在上水 駕車出到九龍 荷文田那裏 就剛剛20公里 然後 闊的環道 東面去西面 一個有8英里 8英里 是13公里 如果我們拿這個畫面去看 那個面積 其實是有九龍半島的3.5倍 你想想 這個湖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當時那些人 就會叫 在一個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的一個 很獨特的情況 它不同 在那個海 海平面 是低很多的 第一 你猜一下它會低多少呢 它在海平面裡面 是低二百零七米 如果你可以想像一下 海就是這麼高 這個湖就突然跌了下去 這個就是那個環境 令到我們看到這個湖 是凹了進去的 所以 我們看到 這個環境 在一張照片 其實在 所有的周圍 是被山圍繞著的 而這東西 是好像一個列谷一樣 那樣 那些名稱 我們叫做Rift Valley 那意思是 每一個山 扣著一個山 圍繞著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湖被圍繞著的地方 或者被山包圍著的時候 這東西 其實是帶來一個特別的環境 那為什麼被山包圍著呢 這個地理環境之語 其實當時很多人的形容 加利利海就是因為 被山圍繞著之語 都是被一班外邦人住 所以整班外邦人住在湖邊 所以意思就是 被山圍繞著之外 和一班外邦人被圍繞著 這個地理環境很特別 剛才說的是一個海平線底下 所以如果是風在海外邊吹過來的時候 那些風會迫到上山 一上山下去的時候 很大風就去到湖裏面 是一個突然的冷空氣 令到那個地方很大風 很大的風浪 所以在聖書裏面 我們看到不同的故事 都有解釋到 都有講到這個地方的極特性 在第一節裏面我們剛剛看到 耶穌是開始出來侍奉 耶穌開始出來去做傳道 當時耶穌去做傳道 大家已經開始聆聽到耶穌的明星 耶穌做了什麼事 耶穌多出名 好像今天我們一樣 香港很多朋友 我有些朋友 差不多多年多 或者甚至大過我 他們都去追星的 他們都會去追Mirag 他們都去追Cola 真的 兄姊妹 不是因為小時候 年青 喜歡偶像 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所以當時 耶穌的時間 耶穌的名字 傳出去 耶穌的偉大 很多人跟著耶穌一樣 跟著耶穌去傳福音 眾人去跟隨耶穌 為什麼 因為他們想聆聽耶穌的教導 在經文裡面那裡 眾人 眾人是希臘文 這個字是告訴我們 很多很多很多人 多都是計不到 就可以 好像我們用廣東話說 人生人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葛珮里報道大會 這件事 可能信了耶穌某個年紀 多的時間 一定聽過 葛珮里報道大會 在香港大球場 曾經舉行過 我記得當時我讀中學的我 很多學校都安排有報道會 學校會坐 又安排巴士去到大球場 有些人就覺得 我不想跟學校 巴士就需要坐地鐵到銅鑼灣 然後走去大球場 我不知道大英姊妹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那個人生人海 那種感受 就好像大家離開了銅鑼灣地鐵站 走去大球場一樣 很多人 很多人 在第一節裡面 清清楚楚告訴我們 耶穌去到湖邊 然後耶穌看到有兩隻船 其實可以大家看看一個具備 當耶穌去到湖邊的時候 很多人跟隨耶穌 很多人很想聽耶穌說 所以耶穌看到有隻船 就上去那裡 其實在另一方面 就是剛剛一班漁夫 是不會理會耶穌 是亦不想知道耶穌為何 是在做什麼 他們只是很安靜地 清理自己的慾望 所以當耶穌看到 越來越多人跟隨他的時候 耶穌唯有去搭上這艘船 就是西門這艘船 就叫西門 開一艘船到岸邊 令到他可以說到給別人聽 很多人就會說 會不會聽不到的 這件事 我有問過我的朋友 去過這個地方 去加利海 他說很獨特 這個地方 說話好像抗音器那樣 在這艘船裏面 而這艘船在湖中間 說話 對面我都聽到的 不知為什麼 不過就是這樣獨特 所以耶穌就按這個 特別的環境 就上了西門的船 去當中去港道 耶穌借西門的船 去港道的時候 他是盼望 可以 講到給不同的人聽 以至到那些人聽完 就可以走 其實耶穌有一個目標 不是單單去港道給別人聽 當我們去到聽到 耶穌上船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 為什麼耶穌會去 選西門的船呢 這裡剛剛經文說 有兩隻船 可能有其他人的船 為什麼耶穌會選西門呢 耶穌和西門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在不同的聖經 有看到不同的記作 我們可以看看上文 我們去 我們看到龍家福音 第四章 三十八和三十九節 我想邀請第一次讀一讀 預備起 耶穌 耶穌已到西門的船 我 發財和營病 絕望 耶穌站在他旁邊 色澤難而病 營病 營病 發財和禮 發財和徒師家 這裏是第一次西門 去到認識耶穌 耶穌去到西門的家 是要醫他的外母 他的案子是發燒 去到一個地步 快要死了 很相信耶穌的憐 去到被他外母 經歷到上帝的醫治 所以其實我們看經文 這段時間 西門和耶穌應該有一個第一次的接觸 我們去到繼續看經文的時候 鼓勵女姐妹們可以回去看 約翰福音第一章 35-51節 在這裏當中 耶穌如何呼召西門 我們叫西門彼得 如果我們從勞吉福音 4章38節開始看 去到約翰福音 一章35-51節裏 我們可以清楚 其實西門不是一個外面的任何人 其實上帝耶穌 耶穌已經有一個目標去找西門 當我們看到西門去到和耶穌接觸的時候 西門多多少少都知道 都記得 原來耶穌是醫了他的外母 他應該認識 知道和聽到 耶穌的教導應該有能力 耶穌的醫治是沒有能力的 所以當我們看到耶穌跟西門說 西門啊 你開一隻船給我上去 你幫我開出去 我就在那裏 需要坐在那裏廣道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對西門不是很公道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為什麽船在第一節已經泊在那裏 是因為船家或者打魚的漁夫 其實他們工作夜晚 夜晚才工作的 他們夜晚才工作的 所以其實那裏船 他們泊在那裏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剛剛康江 是收工的時間 當耶穌跟西門說 西門你開出去吧 其實就好像我們在香港打工這樣 老闆突然間 你快到5點45分 下班的時候 老闆在你電話 喂 今晚你要OT 當你剛剛約了人 你聽到的時候 你有什麽反應 不要啦 我約了人啊 老闆 不過在這裏 西門沒有這樣的反應 西門地 很累地 都沒有什麽反應 就聽了耶穌說 就借了一隻船 給耶穌可以用一隻船 開出去 這個湖裏面的港督 我們看到西門和耶穌的關係 就是他第一次 在他奧母病的時候 認識 見到耶穌 第二次就是 在這個湖裏面 西門見到耶穌 耶穌用他的船 去做一個港督 做一個傳福音的時間 他到最後 在約翰福音 一章說到耶穌呼召他的時候 他都願意跟隨事奉上帝 其實所有這些事情裏面發生 我們看來 看來來說 西門就好像一個基督徒一樣 是啊 很正常 他認識耶穌 他又借一隻船給耶穌 他又跟隨耶穌 他明明是一個基督徒 不過弟姐妹 我想告訴你 他那一刻跟隨耶穌 他都是掛名的 他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 他實際上 他心裏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再看聖經後面 耶穌 又跟西門比德說 你愛我幾多 有三次的事件 他都否認了耶穌 所以其實 領姐妹對我們來說 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有時會覺得 是我真是基督徒 不過你自問自己的時候 我做的行為 我說的話 我對人的態度 我處事的方式 是否真真正正正一個基督徒 還是會覺得 沒有人見到 沒有所謂 西門在這裏 他就是 因為太累的原因 他都沒有所謂 他就會告訴耶穌 好啊 我就開船給你出去 在香港 其實很多教會 是發展得很好 有兒童崇拜 千世年崇拜 有團體小組 有長者團體 是甚麼都有 每一個年齡都可以被照顧到 我們有時自問Blocking 我們真的做不到 因為我們環境不同 不過有一樣東西 我看到的是 香港的領姐妹 很努力去侍奉 去參加兒童崇拜 每個禮拜 我都見到她在兒童崇拜 很努力去做些不同的教導 安排不同的活動 給一些小朋友去參與 不過當我們看到這些肢體 就是去邀請她 繼續努力翻崇拜的時候 她就說 放不回 因為我的心 就在那些不同 那裡 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做長者 有這樣的弟兄姊妹 跟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想真的很有難題 她只是關注在她的事物裏 她就告訴自己 我是基督徒 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說是基督徒 我們首先要告訴自己 我是有一個信 我是有一個犧牲 我是有一個改變 而去到跟隨上帝 不是因為我要去侍奉 不是因為我好過這群年輕人 這群小朋友 我就放棄去接觸和上帝 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在這裏當中 所以我們看到西門 她沒有認自己的問題 她只是單單去告訴耶穌 好耶穌 你叫我開 我就開了 我很想邀請第一支部 去讀第四和第八節 第四和第八節 我們如果可以讀到的預備起 說完了 我們要對神的水船 那誰開到水神天主 怕我打予 西門書 夫子 我們正夜奴彌 並沒有大著心看 但以重力擊掛 我就怕我 下門下要望 就鑽住很多雨 望以死而開 那隻船上的同伴和幫助 咱們就來擺住了 母鳥兩隻船 神之船要查下去 神父彼得可憐 救父子 在耶穌室前 說 主啊 你開我 我是個罪人 謝謝大家 兄姐妹 在第四節 裡面 看到耶穌 需要去到 講道 講完道之後 就告訴西門 西門 西門 你去更遠的地方 更深的地方 去到打雨 弟姐妹 對我們來說 一個不是老行豬 不懂打雨的人 我們看這個故事 又覺得好啊 是嗎 好啊 耶穌叫去 就去吧 不過對西門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掙扎 弟姐妹 因為 第一 西門前一晚 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去到終於做不到 他已經很累了 在第一次告訴我們 他已經在安排 洗他的慾望 因為他會清理他的慾望 去到第二晚 或者那晚的晚上 他繼續去開工 其實他很累 不過他在當中 他沒有去到否定耶穌 其實他可以告訴耶穌 耶穌 我不去了 很累 你已經講完道了 你已經借了一隻船房 回去等他 所以 西門 在第五節他就說 夫子 我整晚已經很努力 不過一條魚我都打不到 不過 你這樣做 我就去放這個網 但你知 當我們看第四 第五節的時候 對我們來說 是很有困惑 我們會覺得 嗯 不知道怎麼辦 明明是 都不可能打了 大家用一個思維 就是 我整晚打了 一條魚都沒有 現在又再去 其實如果大家去到認識 是沒有可能 大家的認知是沒有可能 所以西門 我們認識西門 是因為他是一個打魚的人 他應該對打魚相當的認識 其實西門可以 很簡單地拒絕上帝 很簡單地告訴上帝 你看我不去 其實西門 其實西門 都可以 心裏面可以說 就是 耶穌 你什麼事 我打魚 比你打魚 你只是一個 鬥木佬 其實西門都可以這樣跟他說 不過西門 他沒有這樣說 西門沒有這樣說 你鬥木的 你搞個 打魚的 去釣魚 有沒有搞錯 你想想 如果你是做一件 你做得很厲害的 可能你煮的 做得很厲害的 有一個人告訴你 怎麽煮法 弟兄姊妹 是不是火都來 那你到底吃不吃 我煮就用我的方法煮 不過西門 是沒有法難習 西門是沒有對抗耶穌 西門只是單單地 要聽耶穌 他怎麽做 在第四節裡 耶穌就說 你去到深海 去到打魚 其實打魚的人 是不會去深海 打魚的年代 因為那個年代 那些船很容易辣 很容易沉 所以 當西門聽到的時候 他很簡單地回應上帝 就出了一句深海 去到打魚 因為西門就說 上帝耶穌說 因為你說的 我就去放網 我很相信 西門這句話 就好像英國人 跟我們溝通一樣 明明我們想要聽到 一個yes or no的時候 英國人很远轉地 告訴你 It's a no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經歷 我相信大家上班 或者接觸很多本地人 你應該會經歷到 會很远轉 英國人很远轉 西門當時 他都很远轉地告訴耶穌 耶穌不要 不過耶穌不要靈回他 耶穌繼續告訴他 你要他這樣做 在第二節裡 很明顯看到西門的回應 在第二節裡 西門說到 夫子 我們已經做了整個夜晚 一條條都打不到 你叫我 我就去放網 其實那個語氣 那個用字 是很奇怪的 因為你說不去就不去 不過在第四節 耶穌就說你要去 你要去行網 其實網的意思 原文是一個雙數的字句 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就是那個魚網 當時加利利海人用的魚網 如果大家會看電視 看人家丟的魚網 好像很簡單地 打算是一塊網去釣魚 其實當時加利利海 那個魚網是翻開三陣的 第一陣就是很大的零 第二陣就是很小的零 第三陣就是在零 所以魚從第一陣 可以從進去 第二陣的時候 網小一點 會卡住 第三陣的時候 可以從進去 不過魚網鎖住 所以這個技術 在加利利海 當時的漁夫就是這樣去讀 大家去到解釋這個網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下一個圖 下一個圖就更加去到講解 當時西門的漁網 當時漁網是甚麼構造的呢 當時的漁網是用棉做的 棉做的 棉做的 如果大家去認識棉 是像我們身上的棉衫那樣 是白白酥 白酥酥的 如果白酥酥 在日頭放進去海 沒有魚會游過來 因為太陽的折射 讓魚會游開 所以當時有個習慣 就是晚上打雨 晚上打雨 晚上打到天亮 有太陽 那些漁夫就收工 所以第一節我們看到 西門和他的同伴 和打魚的人 在清理他的漁網 去到1950年代 漁網比較改造 明麗隆做 好像魚絲 現在釣魚的魚絲 隨時釣都可以 因為有太陽的時候 就會令到有光 發光的時候 那些魚就會來 去到盡力的漁網 所以我們很了解 路行珠 西門會覺得 上帝 其實日頭打魚 真是沒有釣的 真是不得福 不過他繼續聽耶穌的教訓 他就去釣魚 好 好 我想去看下一章 下一章 如果我們看回聖經的原文 在第二章裡面 是叫下網 下網 其實用原文看到多些東西 剛才我剛剛說 釣魚日間和夜間的問題 如果第一次 第一句話上 甚至是Dictoire 或者Dictoire 其實是 解釋給我們聽 原文裡面 就是 你下網 要用夜晚時間 西門 就是告訴耶穌 下網 是晚上才做到的 不過因為耶穌 你叫我下去 下網 下一句就是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聽耶穌跟西門說 你一口 你下去去釣魚 你下網 這個分店 是不同的寺居 有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命令 有不同的命令 第二姊妹 這件事讓我們去看清楚 其實 老虎專有自己的規矩 不過耶穌基督有他的時間 耶穌基督想在西門 他身上經歷 給他經歷一個奇蹟 當漁民在加利利海裡 他們去到深海的時候 他們可能 多少時間都會很害怕 因為他們覺得 應該沒什麼機會釣魚 我們都沒有試過 去深海那裡釣魚 不過 在當中 我們看到耶穌 其實好像一個外 外面的人一樣 是一個不熟釣魚的人一樣 不過很奇怪 為何西門會聽 兄姊妹 我們有時會覺得 我們當祈禱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上帝討價還價 上帝不如這樣 上帝可不可以這樣 上帝我扣你這樣 當我們去到 用我們的方法來想的時候 我們往往都不會經歷到 上帝的奇蹟 我們經歷不到上帝 那種與我們同在 因為我們用了我們自己的知識 用了我們自己的知識 規範了耶穌經的念族 等於西門會在當中 放下祂自己的尊嚴 放下祂自己的想法 祂 去到聽從上帝 去到經歷上帝 我們看看 西門當中 是有放下祂自己的想法 放下祂自己 如何去對上帝 我們看看第二節 第二節那裏 第二節那裏寫著 西門和耶穌說 呼字 用呼字的名稱 去征呼 耶穌 呼字 那是什麽意思呢 其實是告訴我們 祂所認識的耶穌 就是一個拉比 一個教書的人 一個比較出名的人 所以很注重地 用祂身份去稱呼耶穌 不過如果我們看到第八章 西門那裏 西門就說了 主呀 他的名字已經改變了 因為他經歷到上帝那種 的恩典 上帝給祂那種 吊到魚的地方 所以在第二節 西門它改變了 西門用呼字的名稱 去呼字耶穌 在第八節那裏就說了 主呀 他的名稱已經改變了 如果大家可以了解西門的名稱 西門其實是他的翻譯 意思就是 你聽著 聽著 你聽著 而在第八節那裏很有趣的 不知為何作者寫了 西門彼得 名字改了 西門彼得 彼得 彼得其實我們認識 都是上帝的一幕寫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看聖經 耶穌有講到 彼得成為教會的 開始成為教會的 很重要的一個委訓 不過在第八節那裏 西門彼得 就是被作者去到 形成就說 他曾經叫西門 他不聽 不過第八節就是 他現在叫西門彼得 他聆聽上帝的吩咐 他是從改口 從夫子去到主 其實他是很大的改變 等於有時我們去信耶穌的人 就會覺得 我決定了信耶穌就可以了 我有愛心就可以了 我有知識就可以了 我關心別人 為了他祈禱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看到西門彼得 聽到行到 他聽到耶穌叫他去做 他就去做 當西門跪下 去到耶穌面前 他說給耶穌聽 主啊我是一個罪人 你要離開我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願意在他的同伴面前 去到認自己的錯 西門是一個很崛強的人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很照顧自己的人 不過當他看到自己的錯的時候 他願意跪下 去到上帝的面前 去到認錯 你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有時 有人跟你說 喂 你錯了 你做得不對了 你有什麼反應呢 有很多人就是不聽 有些人就會覺得 不是 我不是這樣的 我一定不是的 是很多否認 西門在這當中 當他知道他是一個罪人 他看到原來他去到 心裏面去到挑剔上帝 不過跟從上帝做事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是一個罪人 他所說的和他的行為不一致 等於我們有時都會是這樣 我們對不同人有不同的說話 我們對不同人有不同的態度 我們對不同人有不同的態度 西門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這樣做 他是一個罪人 他知道他自己所想的事 他所做的行為是不一致 他知道他會這樣 會跟上帝不能繼續接觸 所以他就會跪下 告訴上帝 上帝我是一個罪人 請你來香港 第一只會我們盼望 我們都找到一個地方 令到我們可以去到上帝面前 跪下 跪下求上帝的赦臉 我們想想有沒有曾經做到的事 是說過的說話 對人的態度 或者我們有曾經做過一些不好的決定 去到傷害到不同的人的時候 我們想一下 我們有沒有需要去到上帝面前 跪下求上帝去到赦臉我們 在第五章十節和十一節裏面 又講到很大的改變 我上帝要講到第十和十一節 當耶穌看到西部的反應跪下了的時候 耶穌沒有去到宅地西部 耶穌沒有說 我還知道 耶穌沒有問 你不是很厲害嗎 你自己不是老婆豬嗎 耶穌沒有去到宅地 耶穌反轉 就很溫柔地跟他說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從今天以後你要得人 其實如果我們去到 看路加福音八章五十節裏面 耶穌會跟一個人說 在路加福音八章五十節裏面說 耶穌說 正見就對他說 不要怕只要信 你的女兒就必得救 其實在八章五十節裏面 不要怕只要信 同樣在第二章裏面 不要怕不同一個句子 耶穌告訴當時流血的婦女 你不要怕 你相信耶穌就得到醫治 第一支妹 當我們看到自己很軟弱的時候 我們看到自己完全沒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會做什麼呢 我們會不會去到找耶穌 去到求耶穌幫助 或者其實我們會覺得 我搞得怎樣了 辛苦一點就可以 第一支妹我很想挑戰你們 如果你們是面對困難的時候 不要靠著自己 不要靠著自己的能力 靠著自己的金錢 讓我們一起去到跪低 去討告靠上帝家人 剛才我剛剛問大家 你想不想經歷一個奇蹟 經歷奇蹟不是因為這個現代時 現在現在或者現代時間 是沒有得經歷 我們經歷不了奇蹟是因為我們 我們看得自己太重要 我們不容許上帝 加入在我們的生命裡 我跟弟兄姊妹曾經說過 我相信耶穌 相信耶穌一個地步就是 當我開車 我沒有泊車位 我要祈禱的時候 上帝就會為我預備 拍車位 當我去到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我要呼吸耶穌的名字 求耶穌去當中為我預備 為我出面 我們有時會覺得 很多事情我自己會搞得到 西門心裡也會覺得 不用搞了耶穌 我也會搞得到 不過當他知道 他的心裡不贊同耶穌 他的行為就是 跟隨耶穌的時候 一個不一表面的時候 他會覺得自己有罪 我們會不會覺得 有事 我們說話和別人說 是一套 心裡想另一套 我們來回路加伊道的記載 耶穌基督和西門說 你從今以後要得人 如得如一弱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是告訴我們 你要去到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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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全福音給人聽 去用上帝的話語給人聽 我們有時會覺得 我都不是傳道人 我都不會說聖經 弟兄姊妹 在這麽多年 我信耶穌一個好的關係 經歷就是 我覺得有時不需要說很多話 不過最重要是要做多些事 是要做多些事 我們有時跟別人說的時候 很多人的耳朵都會關閉 不會聽的 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我有個朋友 我接觸他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回教會 我想請你回教會 你來不來 這個朋友立即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說耶穌 如果你想我和你做朋友的話 你不要跟我說 耶穌這三個字 耶穌這兩個字 因為我是不想相信 好吧 我不跟你說 我做不給你看 打風打雨的時候 我會打電話給他 我會打電話給他 關閉了窗尾 我知道他那陣子病 進了醫院 我問他 你怎樣 需要不需要吃藥 需要不需要載你去看醫生 我就會做給他看 第一姐妹 我們做基督徒的時候 聽到 行到 我們只是會覺得 我們聽到就算了 不關我事 不過第二姐妹 今天的基督徒 我們來到特別 英國這裡的時候 我很相信 我們身邊有很多人 需要幫助 無論 買樓 賣車 租車 看醫生 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懂 很多事情都不知 連續 因為我們未經歷過 特別是我們 不是我們無語的時候 我們面對很多的困難 讓我們 擺多些自己的能力 去幫助別人 不要覺得是值得 我的朋友 會跟我說 你這麼蠢 你這麼傻 你又會 自己的車 去這裡 去那裡 那些油費都沒有了 你很多錢 你用很多油 我心裡會覺得 你照說 我告訴你 你也不明白 不過我知道 上帝耶穌會 看我這個行為 成為一個澳 一個很寶貴的事情 第一姊妹 我們如果在這裡 可以幫助我們身邊的朋友 香港人 為什麼不去做呢 可能我們 最近我們去超級市場 看到很多香港人的面孔 我們很聰明 大家看到的人 都知道 這個香港人 這個不是香港人 這個可能是台灣人 這個可能是國內人 我們會這樣看的 你們會不會的 會的 看了之後 我們剛開始來到這裡 我們很有趣 看到香港人 看到香港人 香港人 抄牌 馬上去電話 有什麼事找一找 最近是不會的 他是不是看到香港人 嗨 你好 走開 你特意走到另一條行 看到他 嗨 嗨 你好 就像店頭找個黑面 對面一樣 第一姊妹 讓我們一齊 用這個方法 是聽到行到 就是去幫助人 幫助人 那些人就會有一個好奇心 就是 為什麼你要幫我 你有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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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這樣問你的時候 你會發達了 第一姊妹 你可以告訴他 我會想幫你 因為我很想我們全福音 我很想關心你 不如你回教會 那一刻就開始了 鄧姊妹 不是因為我要去 說要說要說 說到它 轟炸到它運 那些人就 好吧 我答應你回教會 那些人沒有改動 我們用行動 我們用行為 去到全福音 可能我們上次 跟鄧姊妹說 我們有家人 經常都很關心我們的 另一半的家人 或者家人不信耶穌 我們很迫切 不斷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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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鄧姊妹 你有沒有想想自己 講那一套 做那一套 是不是很大分別呢 如果很大分別的時候 誰相信你說那一套 你說的 你也做得不好 所以 當我們去到西門去學習 去到認認真真 跪低去到上帝面前 求上帝去幫助我們 改變我們 無論我們說話 無論我們行為 都是同一 最後我想和大兄姐妹分享 一個真人真人真人故事 有一個人是死都不信耶穌 這個人我認識他 我有小認識到大的 這個人 這個人很聰明 計數很聰明 我們讀語科的時候 他已經是會賺錢的 怎麼賺錢呢 買股票的 他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他的生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他甚至乎其他同學哭得快 他可以很快擁有自己的物業 可以擁有自己的車 可以擁有自己的生意 他往往很努力去做 他做得很厲害 不過當一天他病了之後 他完全所擁有的東西 是擁有的 不過對他來說是沒有了 因為他不懂得去到 他不能去享受 當這個朋友面對這樣一個群人的時候 我們就去跟他說 不如為你祈禱吧 這個朋友說 不想 無用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會心想 那時候還未到 是的 但二人之門 他的心還未很預備 他會覺得 我應該會爬得起身 我應該會做得好些 他日我好起來就可以了 當他病情愈來愈嚴重 愈來愈得的時候 我們又再去跟他說 不如為你祈禱吧 當他真的沒有人幫助到他 當他的金錢幫不了他 當那些藥物也幫不了他 醫生也幫不了他的時候 他心裏就說 你是不是為我祈禱 當我們去到為他祈禱的時候 這個朋友他流眼淚 流到 你可以想想 很困難 全部濕透了 鼻涕都飛了出來 是停不下聲 不停不下 為甚麼 他心裏很空 他心裏以為靠自己的聰明智慧 靠自己的財富 可以面對一切 當他面對死亡的時候 他真的沒有把握 多謝會為他祈禱 問他你想不想信耶穌 你願不願意交託你的生命給耶穌的時候 他在裏面說 我願意 為甚麼他願意 因為他知道 沒有人幫到他 唯有耶穌基督 所以我想跟一群未信耶穌的朋友說 你的家人很愛你 你的親友很愛你 我們身邊的基督都很愛你 很愛你 因為我們怕望他 我們在天上 可以一起去到敬拜上帝 去到一齊生活 一個美好的生活 如果 我們經常會覺得 你不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的心很迫切 不過我們又不知道怎麼說 可能我們越說越猛 越說越猛 越來越無法談 所以 如果一群朋友 你是相信上帝 其實是你和上帝的關係 不關我們的事 我們身邊的人 知道你信耶穌 唯有很開心 不過是你自己和上帝的關係 你願不願意放下自我 你願不願意交你這個人生的主權給耶穌 令到耶穌去到與你同在 賜福給你 幫助你 與你同在 我們會覺得 我們自己搞得好 我們會覺得 我們應該做到的 困難一點 無所謂 不過 大家知道 如果一日耶穌幫你的時候 不是會好一點嗎 你不會去輕散一點嗎 你不會方便一點嗎 所以每一日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跟上帝說 上帝多謝你給我今天有多一日的生命 我求你今天給我去到經歷你 我求你給我去當中去到看到你 所以有很多弟子妹打電話 跟我說 無論是英國也好 香港也好 香港也好 香港的教會有些菲律賓姊妹 都打給我 或是text我 我也不介意 我也覺得很好 和我們溝通 因為他會覺得 就是 他可以找到一方可以談 而我很想即將 每一日的生命去到賜福 求上帝賜福給我 而我即將我的生命 可以感染到你們 去到經歷到上帝 所以如果你們 第一支妹妹會找我們 不要覺得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阻礙你啊 如果阻礙你 我會告訴你 阻礙你 我就會遲些找回你 所以請你們都不忘記 不過你不要介意找我們 如果我們可以盡力去到 給錢祝福的 去幫助對方的 我們很樂意去這樣做 我真的很想 用這個時刻去到 邀請弟兄姊妹 去到為你的家人報告 為他們呢 可以更加去認識上帝 而我很想和一班朋友 你還未信耶穌 你可以想一想 你為什麼需要信耶穌 或者為什麼我不信耶穌 我們很希望上帝的華語 去到感染你 去到幫助你 放下自我 倚靠上帝 我們一起低筒報告 我們一起低筒報告 我們看到西門比德的跪下 是因為他認識到自己的貧乏 他自己所做不到的事 而依靠上帝去做 上帝求你去到幫助我們 在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去關心我們身邊的家人 我們同樣上帝為我們家人 去到討告 如果我們有家人 還未信耶穌的時候 上帝我們很想用我們的行為 用我們的愛心 用我們的關心 去到關顧 去到幫助 去到一起生活 上帝求你去到感染 去到感動弟兄姊妹的心 感動你信主耶穌的心 上帝求你 讓我們霍奇教會 同心合意的 可以去到服侍你 去到服侍未來的香港人 幫助我們 在你的教導裏面 我們每時每刻都放在你上帝 成為我們的首位 感謝你 求你隨聽我們的討告 祈禱 佛耶穌命